我要大送眼花花作為 因你自愛永遠長走 下一集比喻很開心 我們這一季一起完成了 媽媽的愛的這一季的信息內容 在信息的開始 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親愛的主 謝謝你在我的生命當中 成為我的幫助 成為我的主 主我願意把我的心 把我生命的主權交給你 讓你成為我一生的主 我也會永遠不離開你 主謝謝你 讓我每一日聆聽你的話 主我的生命就每一日的成長 祝福每一個秀朋友 我們將同心禱告 奉主的名祈求 Amen 祖元嗎 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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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loe 聖子 就天真 就恭敬 第一名 孩子们 我们要常常用感谢的心 来感谢神的恩典 要由我们一心 全心全人来称谢他 我要一心 全心全人来称谢你 在主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身边相爱 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 我要一心 我要一心 全心全人来称谢你 我要向你的身边相爱 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 我要大颂颜 我和我作为 因为你慈爱 要远唱尊 我随心在关顾 困难中 我和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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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歌颂 我和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 我要歌颂 我要歌颂 也和我作为 我和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 因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 我要歌颂 我和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 你看更多诚实称赞你 哎呦 我无求是祢命于我 不离我是我心里有能力 我无求是祢命于我 不离我是我心里有能力 上帝创造万物处处充满美丽的色彩 上帝也拣选了你我成为上祂的儿女 孩子们要常常感谢上帝的恩典 尽力的与人和睦相处 也要能与人合作 让人因着你的好行为 更多认识创造你的上帝哦 夜的花朵 伟大的披上彩影 天上星星 书说黑夜的美丽 上帝造万物 充满爱的音机 爱我的天赋 我可不再美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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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荣耀 亲密 宁静世界里 我心喜乐满意 便燃起无敌手 是我赞美的元气 我愿意深敬拜 如心相知己 夜的花朵 夜的花朵 回答的披上彩影 天上星星 书说黑夜的美丽 上帝造万物 是我赞美的元气 我愿意深敬拜 如心相知己 夜的花朵 夜的花朵 我愿意深敬拜 我愿意深敬拜 我们的生命 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赏识 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 来奉献 我愿意深敬拜 我愿意深敬拜 我们愿意深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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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谢谢祢每一天保护 引导着我们 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心 我们的才能 还有我们的奉献 为祢使用 愿上帝祢祝福祂 成为更多众人的帮助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要一起用耶稣的祷告文 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日的北 我们你的名声 你的国宁宙 你的志愿 在这里 第二 亲出的天日 我们的日式 今天给我们 寻想我们的孤独 亲出我们也有寻想 孤独我们的人 无地带我们日式 就救我们 带你那个派的 因为国 关灵 应更 都是祢所有 大大无情 阿们 我们听了三个月的 妈妈的爱的信息 那接下来牧师要问 五个题目 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这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 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 都能够答对哦 第一题 这一季的主题 妈妈的爱 下面这三个选项 哪一刻不是 这一季的内容 一 神使用约级别 二 勇敢的女子 三 哪阴沉的哭声 答案是什么 没错 是二 勇敢的女子 第二题 下列哪一位妈妈 她流泪祷告向上祖祈求 赏四孩子 选项一 约级别 选项二 路德 选项三 哈娜 答案是什么呢 很好 答对了吗 第三题 亚各 约翰的妈妈 为了这两个儿子向耶稣祈求什么 选项一 让儿子为人致病祷告 选项二 一个坐在右边 一个坐在左边 选项三 教儿子 募工的技巧 大家想想看答案是什么 没错 答案是选项二 一个坐在右边 一个坐在左边 让他的儿子成为耶稣很厉害的左右手 第四题 哪一位妈妈她曾经被二代 受不了 然后就自己逃到旷野去了 选项一 下甲 选项二 哪儿米 选项三 以丽莎伯 是哪一位呢 答案是 一 下甲 最后一题咯 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提摩太的妈妈和外婆 对她有哪一些的教导 一 圣经的教导 二 信仰生命的教导 三 祷告的学习 想一想答案是什么 答案好了吗 好 这一题答案是 以上皆是 你有选对了吗 还是你很犹豫 到底选项只有一个吗 在这一季的妈妈的细节里头啊 我们感受到 妈妈对孩子的爱 真的很深很广很深厚 从这些妈妈呢 他们渴望有自己的孩子 然后而且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得到很多的祝福 而且是完整的祝福 并且呢 妈妈在生活当中啊 也会为孩子做东西 或是做衣服 并且看到自己的孩子啊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他们会很努力的想 为孩子想办法 甚至当孩子自己遇到危险 伤心 危险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相当难过跟 痛心喔 或是 召集焦虑 这些的事情真的都 让我们感受到 哇妈妈真的很爱孩子 有些时候呢 我们也看得到 妈妈呢她知道 这个是好事情 这个是祝福人的事情 她也希望她的孩子也会拥有 所以她也会很积极想要去为她 孩子来寻找 或是想为她的孩子来争取 牧师介绍的这些 妈妈对孩子的爱 你可以联想起这些圣经当中 这些的圣经内容的故事情节吗 真的你看有很多圣经人物中的妈妈 他们呢为了渴望有一个孩子 其实他们真的是很 等待许久 而且也祷告许久 无论是萨拉 或者是哈娜 他们真的都是为着 这怀胎十月中的孩子 他们都相当的渴望 然后积极的祷告 并且每一天每一天 向前走的时候 他们的心中都一直 一直孕育了满满的爱在当中 甚至你看看喔 那个萨拉她不愿 她希望她的小孩 都是得到最好最多最多的祝福 你看她心中竟然生 竟然会有那个想法就是 她希望下甲的孩子长大 不要跟她分财产 哇 其实这个爱是有点过头 其实每一个妈妈爱孩子的心是对的 但是她嫉妒那个下甲的小孩 害怕她的小孩跟她的小孩分 很多祝福很多财产的时候 她心里产生那个嫉妒的心 哇 这就是人的软弱的地方 父母在爱孩子的心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哈娜她会为她的小孩 每一年做一件衣服喔 虽然她跟她的小孩不能常常见面 因为萨摩在圣殿里头服侍上帝 而是她做这个行动也表露出她 她对孩子的爱 接着在表露出对孩子的爱当中 我们也看到约级别啊 你看她那时代的环境真的是很紧张很危险 而是呢她去相当的勇敢 想尽办法让萨摩在小baby的时候 就能够平安顺利的生活下去 这些真的是展露出妈妈对小孩的爱 所以这样孩子啊 从一出生那么小的baby时期 从照料她做的 无论是喂奶瓶啊 洗衣服啊 或是换尿布啊 甚至是很忙碌的每一个大大小小事情 到后来长大一些 开始跟孩子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那也陪她写功课 陪她一起整理书包 陪她一起帮她打扫房间 甚至是到后来 小朋友开始大了一些 然后呢 学校所发生的事 无论是跟同学的吵架 或者是不小心做坏 不小心动手造成同学的受伤啊 或者是有点争吵的时候 即便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其实妈妈的心也是很担心 要去帮忙孩子去面对这个错误的事情 然后带着她勇敢的向同学说对不起 甚至是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 然后陪着她一步一步成长 其实这每一个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发生的事 都是妈妈对我们的爱 不知道shobu你看见了吗 在地球的另一端 有一对姐弟的故事 他们跟我们一样 每一天都有该做的事 每一天也都会遇到可能会有的意外 或者是不确定的事 但是他们的故事 到底怎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一起来看 他们两姐弟跟我们一样 是不是你每天一早上睡觉醒来的时候呢 是自己订闹钟吗 还是需要妈妈或爸爸来叫你起床 这一天啊 他们也是睡得很舒服 又要起床上学了 可是呢 当妈妈来叫他们的时候呢 赶快生生奶要起床了 然后还是要赶快准备上学的东西 刷刷牙 下来吃早餐的时候呢 哇 原来其实妈妈都已经很早起了 在餐桌上已经准备好食物让他们吃 他们赶快吃了早餐 穿好衣服跟阿公说再见的时候 他们就出门去上学了 两姐弟啊 边走路边上学 你觉得他们会很乖乖 然后很谨慎很注意时间就慢慢走吗 没有耶 他们竟然在一路上做了很多很好玩的事 他们啊 经过公园看见很漂亮的草地 竟然玩了起来 在草地上翻滚耶 滚着滚着沿路看到 地上有小水坑 他就把椅子丢下去水坑去玩 哇 然后让他很像一艘船这样漂流着 然后沿路走走走走走 走到半路上呢 看到同学还一起打招呼以外呢 又沿途完了起来 哇 有点点很欢乐喔 不知道秀比喻你每天上学的时候也是 边走边玩上学吗 还是你会边走边跑上学 甚至是边玩到忘记 然后迟到了时间 会不会这样 终于来到了学校 跟我们一样有固定的课要上 还有老师所交代的事 我们也要照这样遵行 然后呢跟着同学玩 当然也是要注意安全啊 然后也不可以故意去逗同学 或是故意去取笑同学 甚至是玩得太过头 然后让大家都受伤 这些其实也是不行的 在学校当中是不是 老师也会提醒大家要遵守什么 要做什么事 然后要注意什么事 是不是呢 其实你们啊 我们每一个秀比喻你跟这一对姐弟一样 其实在学校以后 虽然可以学习 也可以玩 但是也是有些事情要遵守 才不会让大家都受伤 接着放学之后呢 这两姐弟啊 他们是走路回家的 他们沿路呢 就走啊走啊走啊 但是秀比喻你没有发现 这个路上啊 其实有一些些 特别的人 如果是有可能是有危险的人呢 他们两姐弟边走边走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边玩 因为当我们边玩的时候 也许就眼睛没有注意前方 就会忽略了可能危险的地方 哇这个路上啊 有一个中年男子站在路边 有没有看到啊 还有啊 当他们边走边玩的时候 其实身边不只是只有学生而已 还有一些大人 或是一些哥哥姐姐 一些陌生人 在他们两姐弟的心中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注意到 这些陌生人 然后注意自己的安全 走过马路的时候 哇 有那个党护老师说 嗶嗶嗶 赶快赶快 赶快过马路 快要变红灯了 他们在老师的提醒下 终于怎样 快快快快 快步向前 然后可以安全的过着马路 然后呢 这个党护老师呢 也会跟他们说 欸 小朋友 下次过马路放学 走路回家的时候 不可以玩喔 眼睛看前面 不然有时时候会有意外 相当的危险 好啦 放学了 赶快回家 这样子才不会让你的家人担心 也不会遇到危险 哇 终于走回到家门口 门口呢 已经有阿公在等他们放学回来 他们很开心了 牵着阿公的手呢 嘰呱啦嘰呱啦一直讲 很多学校发生的事 哇 这真的跟我们一样是不是 当你看到爸爸妈妈来接你的时候 你也会很开心的说 爸爸今天学校怎样 我同学怎样 然后也有个同学讲什么笑话 呱呱呱呱一直讲话 是不是也这样呢 每一天的结束 当他们下课回到家里 也是吃着满满家人准备好的晚餐 甚至有些是 还有提早准备一些点心 他们大快朵衣 吃着很开心 天色渐渐暗了 其实他们可以很温暖的在家里面 很安全的在家里头 真的是要相当的感恩跟感谢 因为我们的家人照顾我们 无论从吃的用的 还有我们安全 还有我们心理上所遇到的困难 其实爸爸妈妈都整天照顾着我们 24小时不打烊哦 在这温暖的房子外面 说比如你们是不是有看到其他的风景 跟景象呢 真的 在我们被照顾得很安全的时候 其实街外还有许多的人 他们呢 无家可归 也没有人照顾 甚至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没有方向 甚至他们也会被诱惑 然后呢 做一些坏的事情 甚至是伤害人的事情 然后就让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 混混饿饿饿 就这样继续过下去 忙碌了一天 最舒服的时候 就是可以洗个热水澡 洗得像喷喷干干净净的 然后呢 可以跟家人一起聊聊天 看电视或是看书 最后呢 虽然一整天也会有疲累 劳碌的时候 还是当我们再次回到被窝上的时候 就觉得 好舒服哦 是吧 一整天结束 我们虽然干起来 好像很平常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这样过 不知道当你过着每一天的时候 你会不会说 总是抱怨说 哎哟明天又要上学了 还是说 听到妈妈每次叫你起床了 然后你心里觉得又要起来 然后妈妈提醒 餐袋带了吗 书包带了吗 外套穿了吗 还是有没有东西忘记带 当这些话说在你耳边的时候 你是觉得很感谢妈妈提醒 还是觉得又要说了 又要唠叨了 又要提醒了 然后听着妈妈 在跟你交代说 上学要注意安全啊 上学在学校要跟同学 相亲相爱啊 你动作不要太大 不要去玩到最后又推同学啊 让别人受伤啊 一些妈妈提醒你的话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是如何 你可以温柔的谦卑的聆听呢 还是觉得心里面又觉得说 嗯 又要交代这些事情了 好烦喔 我们会是哪种样子的状态 现在秀比喻 你知道当每一天过生活的时候啊 妈妈每做一件事情 每说的一些话 即便是很小很细 好像你常常听到的话 这些都隐藏着 带着她满满的爱 因为啊 当妈妈不能陪在你身边的时候 其实头脑也都在想着我们呢 当她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她就会看这些菜 哇 哪些食物对我们孩子吃的有营养 哪一些是我孩子爱吃的水果 哪一些是 哎呦顺便看到什么衣服 很适合我孩子穿 其实很多的生活上 我们的妈妈都想着我们的需要 想着我们缺少什么 想着我们读书 期待可以更越来越学习收获很多 期待我们在交朋友上 可以跟好的朋友在一起 可以一起彼此成长鼓励 然后呢 可以越来越长大成成人之后 成为社会祝福的人 也成为上帝所喜爱的孩子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越来越长大的时候 是更有力量 可以来服侍上帝 成为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啊 这一点一点的每一件事情 背后都是 带着妈妈满满的爱 亲爱的朋友 我是鼓励大家 当我们耳朵听见温柔好听的话的时候呢 我们会很知道那是妈妈对我们的爱 可是当你听到妈妈对我们的提醒 对我们的规劝 这些话语呢 也是代表妈妈的爱 所以呢 我们无论如何 我们耳朵都要敞开 我们的心也要敞开 来领受妈妈对我们的话语的教导 因为这些教导的背后 都是上帝的爱还有妈妈的爱 他们都期待我们可以走在正路上 成为那个美好的样式的孩子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 从上帝而来 从上帝而创造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展现出 上帝的美好的生命来 亲爱的修宾玉 我们的照顾者 虽然主要时间 很多人可能是妈妈 但是也有一些修宾玉的照顾的人 主要的时间是爸爸 或是我们的阿公阿嬷 这些人呢 也都是上帝赐给我们 成为我们生命中很重要 照顾我们的人 所以无论是对妈妈 或是对爸爸 甚至是阿公阿嬷 我们都要尊敬他们 我们都要对他们态度柔和谦卑 因为啊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当被提醒 被教导的时候 相信会不太舒服 但是呢 这些教导提醒的话 都是对我们有好处有益处的 上帝就好像这些爸爸妈妈一样 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会提醒我们 引导我们 向前走 就好像刚刚那个 诗篇23篇那本绘本一样 最后一个画面啊 很特别喔 他画的床头 跟一开始 那个图片的床头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页的床头 出现了一个耶稣抱小孩的玻璃彩绘图案 是画着刻意画上去的 一直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活 生命中虽然有家人照顾我们 还有上帝 他每一天都陪着我们 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内心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跟念头 甚至是我们想要接受 诱惑 跟着诱惑去做事情的时候呢 爸爸妈妈没有在我们身旁 但是上帝提醒我们的时候 愿我们每个修宾You都愿意听 愿意接受 愿意听话 离开饿的事 离开诱惑 愿意做上帝所交代我们的事情 今天的信息最后呢 也请每个修宾You啊 我们都去跟我们的妈妈说 谢谢你照顾我 以前我对你态度不好 对你讲话不礼貌的时候 求妈妈你原谅我 跟妈妈抱一下 让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礼拜的最后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四下家人 成我们的帮助 主谢谢你保守 主愿我的生命 一辈子走在你的道路上 主让我不离开你 让我的生命不偏离 让我的生命 从父母的培育教导 还有上帝你的照顾之下 主我们一天慢慢慢慢的长大 主让我们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 主谢谢你 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阿们 现在主 这一集的信息到这个礼拜 我结束 下个礼拜我们开始就新的信息咯 让我们期待着 可慕的心喜乐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 我们下个主日相见 拜拜 拜拜